週五 由硅谷地區中學生組成的參賽隊伍 打進了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 零機器人國際大賽的聚賽 學生們操控球型機器人在國際空間站內移動 還和宇航員進行實時互動 一起隨記者到比賽現場看一看 孩子們激動地看著大屏幕 在宇航員的見證下 由學生編程設計的球型機器人在空間站內移動 當天 來自美國加州 米尼蘇達 維基尼亞 德克薩斯 以及俄國等不同地區的12支中學生隊伍 闖進了零機器人國際空間站大賽的決賽 宇航員對學生編程的球型機器人進行運轉速度 角度等評測 最終 俄國和米尼蘇達州學生組成的聯合代表隊獲得了冠軍 零機器人中學夏令營由麻省理工學院空間系統實驗室 創新學習中心等合作提供課程 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等提供贊助 這在幫助學生學習計算機編程 機器人和空間工程 這是一個驚喜的機會 學習到空間 學習到真正的世界上的測試 新潭記者金亞蘭 宇北 矽谷盛河西採訪報導 可知章 推薦